这头公寓安童中旬看了都落泪 今天带大家看一套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业风格公寓 该公寓地处留学生的人气车站高天马场8分钟 虽说是工业风的装修风格 但有很多设计却格格不入 这哪里是个洗碗槽 明显是个洗面台 不幸看这里 强行安装了一个IH电磁炉 本来是工业风 想走极简风格 但是考虑到真正的住户需求 浴室风格的小贴片瓷砖 加上一个电磁 简直辣眼 再看这个浴室 情趣风和工业风相互结合 这个设计师简直是个人才 设计师可能考虑到浴室面积太小的原因 把浴室改成半透明玻璃形 但怎么看怎么违和 这个黑色小贴片瓷砖真的出戏 有一说一 这个浴缸 属实格局有点小了 这个公寓没有阳台 但是配置了序内烂衣杆 即使是下雨也可以使用 该公寓唯一的特点就是这个客厅了 这种弯弱的好处就是卧室足够宽敞 这样一套强行工业风的公寓 每月租金九万日元 是你 你会选择吗 点赞评论 关注小宁 带你看遍日本好房